今天小鱼想来换两个支盾 把我们的支盾品界提升一下 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有没有URB 我们先来兑换一点 这一个泰兰特可以兑换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 应该还有一个的 我们来找一下 全部换掉 然后全部兑换成支盾 哇不是吧 这么难找的吗 终于找到了 来兑换一个 升到四星 小鱼怪兽号的ID在这里 欢迎有纯阵容的小伙伴来挑战 混组的话就不用来挑战了 小鱼根本打不过好不好 也是有小伙伴想让小鱼 再来挑战一次无限领域 目前打到了66层 继续往下面挑战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像上次一样 轻松过关 然后本期视频 小鱼想送一个至尊卡 给一个小伙伴 这个小伙伴的话 也是小鱼粉丝圈 唯一的一个小伙伴 小鱼这个粉丝圈 也搞了蛮久了吧 可惜没什么人加呀 就有一个小伙伴加了嘛 然后小鱼为了感谢 他对小鱼的支持 小鱼送一个 王者传奇的至尊卡给他吧 OKOK 这一关也不难啊 小伙伴们 毫无压力过关 继续点好攻击链 小鱼感觉今天是非常的轻松哦 小鱼感觉今天非常轻松啊 感觉很有希望 把这五关给过了呀 就看下一关了吧 看下一关的boss是谁 这一关应该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来一照度火球搞一下 然后奇梅拉一个大招 全部拉过来 解决掉新生之光的杰德 继续点攻击力啊 这一关的boss感觉不是特别的难啊 欧布安耀 还有阿古如 罗索 感觉不是特别的难 我们继续来挑战啊 来吧 守护一下高斯 OK boss来了啊 先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 不要过去 先让他攻击我们的高斯 OK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手了啊 因为他现在的仇恨值在高斯身上 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哎呦 不好啊 这个全部来打我了 小伯伴看到没有 可恶呀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三个英雄伤害都不是特别的高的 欧布安耀的话也是一个防御英雄嘛 可能就罗索攻击比较高一点 不过没有任何问题啊 来最后奇梅拉一个大招结束吧 OKOK 非常轻松啊 今天的无限领域打的是非常的轻松 继续点攻击力啊 看一下伤害输出 我们的支盾现在打的伤害是蛮高了啊 四星的支盾 这一关的boss我们来看一下 先打谁啊 先打孟比优斯啊 哇不好 直接秒杀了我们的支盾啊 小鱼刚才是没有操作 可恶呀 孟比优斯的伤害是非常高的小伯门 咱们的奇梅拉也挂了呀 咱们的两名主力都已经挂掉了呀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的水魔仍然在场上面 现在在场上的是贝利亚 驼雷基亚水魔还有魔格大蛇 哎呦 这一关的boss是 塞罗奥特曼日面形态呀 非常的肉的呀 看一下时间够不够 还剩下最后一分钟 可以可以可以 水魔山还是挺高的呀 OKOK 还是有惊无险嘛 对不对 最后仍然是拿到了三星啊 小伙伴们 伤害水魔已经拉满了 小鱼昨天也是加了很多的好友啊 小伙伴们 加了大概有十多个好友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挑战一个小伙伴啊 远古之光 哎 这个小伙伴 哦 他也是混大啊 我以为是 我以为全部都是远古之光的英雄 好吧 就来挑战一下远古之光啊 这个小伙伴的话是有一个赛文二十一 OKOK挑战开始啊 等级没我们高 我们八十多几啊 奇美拉三星 哇 他的小伙伴给你啊 小伙伴们 两个觉醒的SSR英雄 完了完了完了 这局要 要败了 小伙伴们 他有两个觉醒的SSR英雄啊 一个是雷欧 还有一个是杰洛 哇 厉害厉害小伙伴 好的我们再来挑战一个小伙伴啊 哇 感觉这些阵容都是一模一样的呀 这个 真的不好打呀 小鱼感觉挑战们哪一个都是输啊 OK 挑了一个三百多万的啊 小伙伴们 这个小伙伴的战斗力没有特别的高 三百多万 但是阵容的话也还蛮不错啊 雷阶多 雷阶多的话是紫色 紫色的雷阶多 哎 小鱼看一下 有没有希望啊 但是他的两个主力还在场上啊 闪耀迪迦跟奇美拉 加油加油加油 他的奇美拉还在场上啊 小伙伴们 我的奇美拉已经没有血了 看一下能不能拿一个大招出来 这局有希望啊 小伙伴们 OKOK 赢了赢了赢了 小胜一局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啊 感谢大家观看我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